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们 晚上好 晚上平安 欢迎来到秋雨深夜教会 每周五的 在瘟疫当中的福音的 祖道会 谢谢你们 有很多朋友 我看到 几乎每周五都来参加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 会有一个 新的系列的开始 上一周大家参加的是 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接下来的一年里面 我们有五个系列 一个是变道解惑系列 是在直接来谈一些 可能会拦阻我们 真正来认识 信仰的一些问题 我们会以专题的方式 每次一个讲座 就讲一个题目 我们 那个叫变道解惑系列 然后呢 我们 接下来就是这个 有一个音信读书系列 是我们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 来读一些 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 基督教信仰的一些书 今天晚上读这个 为何是他 我们就会分几次来读这本书 我们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呢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本书拿出来 我们一起读 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呢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就建议你去买一本 你可以买了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好好读 然后呢 可以来帮助你 可以来在你 长福音 来带你的朋友 亲戚来认识 我们信什么的时候 可以会有帮助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本书买来 再送给你的朋友 这本书啊 就是为何是他 这本书 当然我们也会 以后可以 也会来一起来读其他的书 今天晚上是其中的一本 那如果你是 还没有信读的 目到的朋友的话呢 那你 你可以不买啊 那你就跟着我们来读就好了 你的书也不便宜 你跟着我们来读呢 你如果愿意的话 当然你如果很有兴趣 你去买来读 但我想会对你有帮助 这是第二个系列 叫音信读书系列 然后第三个系列呢 是信仰于道德的系列 信仰于道德的系列 这里面就会 我们涉及到就说 那基督徒是怎么生活的 基督徒怎么理解战争 基督徒怎么理解 同学链 基督徒怎么理解工作 基督徒怎么理解婚姻 等等 就是若干的方面 就是我们会正面地讲 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对杀人 奸淫等等 这些事情的态度 是这样 那那个是一个伦理的系列 它是一个信仰于伦理的系列 那是第三个系列 然后还有一个系列呢 是第四个系列是 我们会邀请一些 信主的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的夫妻 来做这个信仰的见证 那个见证会比我们 以前的这个 你在我们孤导会上 看到的见证呢 时间更长 内容更丰富 我们的见证也会分享的 更内容更 怎么说呢 更深入一些 就是希望能够来 回应可能许多 慕道的朋友心里面的 那个问题 就是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 基督到底是谁 他到底在一些人生当中 做了什么 那是第四个系列 然后第五个系列呢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对话 或者对谈系列 我会有 会邀请一些 也许是两个基督徒之间 也许是基督徒和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之间 还有一些对话 我们可以来谈论 一些关于信仰的话题 如果说你有兴趣来参加的话 你可以来 也可以联系我们教会的 就是可以来贡献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来 有更深入的讨论 那么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系列 就是第二个系列 叫阴性读书系列的 第一场 今天晚上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读 这个《为何是他》 在开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其实就是 应该说这个诗歌的题目呢 很回应这个本书 叫我知所信的是谁 我知所信的是谁 那我如果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那接下来提过你 那为何是他呢 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知所信的是谁 感谢主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所信的是谁呢 就是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 就是独一的真神 三一的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有三个位格 可是他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所信的就是他 那为什么是他呢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本书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 《怀疑主义时代的信仰》 就是这个时代呢 确实很多人不太容易相信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一起先领导歌 四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招聚你的百姓 你也吸引许多来寻求你的人 来到你面前 主要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 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求你来带领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赐给我们理性 主要来思考 甚至你赐给我们 有许多能够提问题的能力 主要我们 在我们不信的时候 我们都曾经有许多的问题 要问说 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呢 这位上帝是不公平的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 为什么会有苦难呢 主啊 我们曾经问过许多许多的问题 主如今 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主啊 你用这些问题 引导我们来更深的认识 主啊 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偶像 我们所信的不是 一套我们自己狂热的 自圆其说的一套道理 主你来是那一位 由今过去活着 现在活着 永远活着的 那一位是 那个有位格的上帝主你 你不断地用你的圣灵来 引导我们 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 而且你亲自来 安排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 你回答我们的一切的问题 主求你使用 今天这个夜晚 你要帮助我们 已经认识你的人 更加认识你 你帮助我们当中 还不认识你的人 能够有机会 来思考这些问题 能够 主啊 求你来回应 他们心中的疑问 求你默着他们的心 叫他们得安慰 叫他们得兼顾 叫他们得到那 从你而然的力量 祝我们感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 当中是非常 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 他有名不只是因为 他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 而且他是一位 非常有写作恩赐的 有作家 他写的这本书 还有另外一本书 叫《易志千金的上帝》 曾经在纽约时报 这个畅销书的排行榜上 长期的这个畅销 有很多人会去读他的书 那你知道他曾经 在1980年代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当时美国人 都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他跑到纽约 到纽约这个地方 然后呢 去执堂 你知道纽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80年代的时候 纽约是一个经济上很繁荣 文化上很发达 但是人们普遍 有很多人看来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就会什么都不信 教会在那里 基本上没有认可立足之地 他就到纽约去执堂 而且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 是信仰非常保守 独信 这个基督教 这些传统的 最核心的信仰 而且不做任何的 这种妥协 但是这间教会 却非常的吸引人 这间教会到 2000年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快速地成长到 几千人 后来变成一个 5000人的教会 后来提摩泰凯勒牧师 到他退休的时候 这间教会变成了四个教会 都是很大的教会 那凯勒牧师对我们中国教会的 很多位牧者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2010年的时候 王一牧师和我们教会的王一牧师 曾经和十几位中国教会的牧者 曾经去到凯勒牧师建立这间教会 叫旧熟主长老会 纽约旧熟主长老教会 在那里 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去学习 那他就看教会的方方面面 凯勒牧师也会 也会给他们有亲自的讲课 也让他们看教会的各种的活动 各种的会议 参加教会的敬拜 那我想如果说有一位外国的牧师 对王一牧师影响比较大的话 那就是凯勒牧师 所以你如果听王一牧师的讲道 或者是读他的文章 你会发现这一点 在王一牧师的写作和他的证照当中 他是非常强调 要对今天的人讲课音 要对今天生活的 当下的这种政治制度 当下的这种文化环境当中的人 来讲课音 凯勒牧师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纽约这个地方 不断地向不幸地 看起来是不幸的 但是实际上你看他这个 处标笔简直 处在各种的怀疑当中的 怀疑主义时代当中的各种知识精英 经济精英 政治精英 将这些人传福音 然后这些人 当这些人 进入到这个救赎主 长老教会的时候 英文名字叫 这个教会跟以前接触的教会很不一样 他讲的福音是可以回应这些读了书的人 这些受了很高的教育的人 或者说很有阅历的这些人 他们心中对基督教的各种的疑问的 凯勒牧师就把他多年来 在纽约幕会当中 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总结了一下 总结了一下 然后就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今天 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的 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本书 如果你有的话 你可以举个手吗 就说你已经有这本书了 好 感谢主 还是有的 有人是有的 好 谢谢 好 如果我再说一下 可能有些朋友是刚进来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推荐你去买一本 那这书很值得读 然后你可以来读了 一边读一边思考 今天晚上我能够做的只是导读 跟大家一起来粗粗的过一遍 但是这个书值得你细读 值得你一边读一边思考 怎么样来向我们的亲人朋友 来分享福音 怎么样来回应大家心里面 那个很深的疑问 这个时代其实不信的人都有 都是有理由的不信 那也许拦阻他来到教会 拦阻他来到基督面前的那些原因 你可以很平和的 理性的来回应他 这种书值可以帮助你 那如果你是木道的朋友的话 我倒不一定建议你去买这本书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过一遍 你也可以提出你的 我们待会还会留出一些时间 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也许你觉得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些问题 还是没有包括你的疑问 也许你觉得你那个疑问比较独特 这本书里面回应的这个还没有回应你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可以待会你可以提出来 包括也许你觉得卡罗莫斯的这个回应 还没有很好的回应到你 那你也可以来进一步的来提出来 好吗 那我们 我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一下这个书 这个书其实 读的人真的是很少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我在豆瓣上搜了一下 我跟大家看一下豆瓣的搜索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搜这本书 我说为何是他 然后你看到这个 第一个结果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 然后呢 它有267个人评价 但是下面有一个什么 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出名的一个什么电影 它是龙 居然有20万人评价了 那这本书只有267个人评价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 这个豆瓣上的这个介绍 当然读过的人 这本书的评价是挺高的 你看到它评价是8.8 这个书呢 这是书的样子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内容的简介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目录 这上面有这个凯乐牧师的一个 个人的简介 我就不念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 大体上你看到两个部分 第一步第二步 但是中间这个中场时间呢 其实也是值得你关注的 不要忽略它 那就我们就分三个部分 但是中间比较多 中间只是几页 那我们就看第一部分呢 它是直接来回应了 七个方面的 对基督教质疑的 七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说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的呢 这个基督教的排他性 这个排他性就说 基督教认为说只有我们信的 这个是唯一的真理 所以很多人就说不了 就觉得怎么可能呢 第一章回应这个问题 第二章就说 如果有一位上帝 那么你们说上帝是良善的 那他怎么可能容许苦难 现在这个是第二章 要回来回应的问题 第三章说 基督教是不是跟自由是相矛盾的 基督教是不是有点像一件 这个给犯人穿的这个 这个叫紧身衣 束缚带一样的 就是把人绑起来 这也不能干 那也不能干 这也是犯罪 那也是犯罪 也不能是基督徒 这个侵略我们中国 是吧 那很坏 等等 他们说 教会要为历史上 很多都不公义 要负责任 这个是第四章 那我们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第五章说 那上帝要让这些不信的人 下地狱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 这个我不信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们说 这个上帝要审判人 要让不信的人下地狱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就不相信 那第六章再讲 说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呢 科学年代是吧 科学时代 就是要跟科学是矛盾的 那科学已经证明了 就是要不可信 那这个 那我们要怎么回应 第七个呢 就是 圣经不可信 圣经 你们基督徒 把圣经当作是 是这个 金玉良言 一字都不能洗 不能改 然后 这个 你们认为圣经 无谬 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个圣经 对 圣经不可信 你们怎么能够 相信圣经呢 那我们怎么回应 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七个问题 这是 凯勒默士呢 在纽约 牧养这间教会 在 四五十年的 这个 时间里面 我想 对 有 有 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 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的一些思考 他的对经验的总结 那看到 就说 这个 有许多人 那大概也是按照这个排 这个 最 最多的人的疑问 就是 这个 排下来的 最多的人就认为说 这个基督教的排查性 就受不了 然后第二位的 就是关于苦难的问题 那他就选择到的七个问题来 就是最多的人 有疑问的七个问题来回应 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可以来一起来看这七个问题 那后面的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中场时间的这个几页纸 和第二部分 我们可能到下一周 欢迎你下周还来 下周五的时候 我们会再继续来读这本书 就是 他这个第二步 翻译的叫做相信的理由 大概也是说你可以认识上帝的 这个七个方面 七个方面正面的这个阐述 目录里面讲到说上帝存在的线索 我们可以认识上帝 对上帝认识 关于罪的问题 关于福音 关于十字架 关于束活 最后是关于三一上帝的这个 三个位格和一位 就是独一的真神的这个认识和理解 那我们下周五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下面 后面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就跟朋友们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 这本书的前面七章 在分享前面七章之前 我们可以把这个引言部分 我也快速地跟大家来过一下 这个引言部分 如果我们中国人来读的话 会有一些 有的时候会感觉到 有一点的这个隔膜 有点不太不太不太失窃 我觉得中国不是这样的 在美国这个最大的这个 这个观念上的征战 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那确实他是个美国牧师 所以他写的就是你看到他说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 这个征战当中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 接近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 一个真实的信仰 自由派当中也有基督徒 保守派中也有基督徒 但是在两个阵营的基督徒 好像彼此都不能够说服 好像就说感觉你就觉得 他就是两种人一样 那这种 这是美国社会当中的 这个问题 但是凯勒默士非常敏锐地 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很奇怪的是和很多人 所看到的情况很不一样 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一种世俗的怀疑主义 和一种真正尾声的 保守的这种基督教信仰 都同时在显著的兴起 并不是像很多人是显现的 说现在的科学时代 然后可能信基督教的人 越来越少了 就是那谁会觉得 受过教育的人还信基督教 或者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民主自由 科学发达的这样的社会当中 谁还要信基督教 那不是很落后 就很可怜吗 那很过时吗 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子 这两方面其实都在承转 所以凯勒默士就建议说 我们不要太简单地去看 太简单地以为说 这一个时代的人的怀疑 这个不值得去审视 不值得去回应 我们也不要以为说 好像怀疑主义者的这个势力 已经大到不得了 然后以至于现在 今天基督教信仰已经无处容身 已经没有空间了 没有发展空间了 也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子 那凯勒默士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到说 有一种属灵的第三路线 这个属灵的第三路线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教会当中 他所持守的一个他的幕会的方向 他所带领的这间教会的方向 他怎么讲的他这个教会呢 他说你看 他说这个新兴的快速弹拨的 在城市里面 由多元族裔所组成的正统基督教教会 对穷人和社会公义的关系 远远超过共和党 而且他们对于基督教传统道德 和性价值的持守与关切 也大大的胜过民主党 就是他们是第三条道路 那在这个前面的一年当中呢 他讲到了三个人的见证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 你看到这三个人 也都是都看起来都是 都是社会精英啊 都是从长春藤的这个大学里面毕业的 哈佛耶鲁啊 普林斯顿呢 这样的学校毕业的 那他们也也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工作 那但是他们此前都是都是不信的 那后来他们怎么信的呢 他们怎么信的呢 他的这个见证里头 是有非常简洁的讲道 比如说第一个人叫穷恩 他对他来说 他能够感觉到上帝无条件的爱他 他真是上帝的儿女 这一点 是这一点打动了他 而对于第二个人叫杰瑞 杰瑞这个人来说 他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他呢 他是看到他自己从前的这个思想 其实人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导方向呢 就是逃避受苦 而但是他看到基督去为了拯救世人 而主动的受苦 这个就打动了他 然后他让他可以来得着这个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的勇气 然后他就开始接触服务 来接受服务 然后第三个人叫凯利 这个这个人他是他是会发现 他说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但是他发现基督教有更高的标准 而且这些标准深深的指向了我们的思想和内心 因此我接受了上帝的社会 邀请他在我的社会当中 所以你看到这不同的人呢 是从不同的方向来接触 来了解基督教信仰 但是他们此前的疑问是怎么样被打消的 怎么样被回应的 那我们来 这是引言部分我们来就看第一章 我的方式比较傻奋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读这本书 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概括和跳过 我就跟大家来读 第一章里面讲到 你看到一开始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是木道的朋友的话 他说24岁的布莱尔 住在曼哈顿里去 他说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宗教信仰是真的呢 你们说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别人的优越 又想叫别人也去信你们的宗教 这都是很傲慢的 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都同样能满足各自信徒的需要 你看这个 你又没接触这样的人 他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觉得说宗教都是叫人信善的 信一个教还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说 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 我觉得你对他冒犯人了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非常 我也很尊敬的一个朋友 他是有一位女士 他多年来从事公益慈善的工作 然后他做了很多 比如说帮助残疾人 帮助在四川的地震当中 去援助灾区的人 就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有一年 他到成都来 然后我们就有朋友邀请他来参加 我们教会的那个尼哥底姆哈金班 然后他就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 我就觉得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 你们怎么能够说 你们是唯一的真宗教呢 唯一的真理都在你们这里 这个不合理 这个太霸道了 你看这个是很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凯勒 凯勒牧师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 怎么来回应说 这种对排他性的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凯勒牧师是这样来 在这张当中是这样来 说其实我们看见 宗教其实它确实 如果你从一般意义上讲宗教的话 好像宗教真的是这个世界和平的障碍 真的会造成这个问题 但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 那基督教的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那你看到现在世界上的人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但是说因为都是因为宗教的宗教的狂热 造成了这种分歧 争端战争 你看这些集装的这些人不都是宗教徒吗 然后凯勒牧师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 他说你看世界上的人 人们用三种方法来处理这个宗教分歧 第一个就把宗教非法化 第二个就是对宗教加以谴责 第三个是将宗教完全个人化 那这种三个方法没有用 并没有用 那第一个将宗教非法化 那你知道在中国就是这样子 那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那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 那曾经发生过的是更加严厉的 那比如说在红色高棉 在这个越南 曾经在越南地区的这个红色高棉 他就是把几乎把所有的宗教徒 全部都杀掉了 你这样是宣称是 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可能会被迫害致死 所以麦格拉斯在这里面 他引用麦格拉斯一话 二十世纪产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巨大 也是最悲惨的矛盾现象 就是这个世界当中最大的偏狭和暴力的行动 就是出自于那些坚信宗教会带来偏狭暴力的人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到 你以为是宗教导致了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人群之间的这个矛盾 但是你可能搞错了 你那些取消宗教的人 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人 他们其实造成的这种灾害 造成的这个暴力战争 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看到就是说 这样的猛烈的这种对宗教的迫害 或者说你看到的这个现代的这种 这种科学 这种理性 这种经济的发展 人类的自由的这种自由化世俗化的这种场景 并没有使得宗教在这个21世纪越来越成为一种过去式 变成一个过去的这种现象 相反 在全世界出现了这个宗教的复兴 这里面讲到一下 尼日利亚 这一个地方的圣公会的信息 比全美国的圣公会的信息多六倍 而加纳这个国家 你可能都没这么听说这个国家 加纳的长老会的信息 比美国和苏格兰两地长老会的信息 总和还要多 另一看到就是 那就是中国 那中国 他这里面讲到 中国今天这个事情好像正在发生一些逆转 但是在就在几年前 当时你看到 应该说在三四年前 当时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基督教 还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从几百万人变成了几千万人 从三千万人变成了五千万 五千万变成八千万 正在那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曾经有学者预计说 可能在五十年之后 也许在二零五年五零年的时候 中国会有五亿的基督徒 如果今天是2021年 离这二零五零年可能还要三十 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也许站在今天那个时间点上 你会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笑 中国现在基督教正在被猛烈地打压 教会正在纷纷转入地下 我们今天在讲说 二零五零年会有五亿基督徒 不要说五亿 可能到时候能不能有五百万 能不能有五十万 基督徒还在世界上活跃着 可能也许有人都会有怀疑 但是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放长时间段来看的话 上帝的手 上帝在中国正在做大事 今天我依然很乐观地相信 在二零五零年 中国有几亿基督徒 这个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想象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上帝正在中国 预备一个巨大的合场 有许多人正在痛苦和绝望当中 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信仰 从前你喝了各种各样的水 你发现还是渴的 从前你尝试过 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最后你还是饿的 从前你追求过各种各样的真理 最后你发现没有一样真理 会让你不死 你最后还是要死的 死亡将你一切的努力 好像都消解了 都废除了 所以在今天 可能甚至不是死亡 是这种弥漫的全社会当中的 这种绝望 这种无力感 深深地受负了许多许多的人 但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也看到 其实上今天在预备人心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愿主来带领你们 这是第一个 就是看到对宗教的非法化没有用 这个信仰是有生命力的 尤其是基督教 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环境当中 都在成长和传播 第二个就是对宗教教以谴责 对宗教教以谴责的方法 就是说嘲笑你们 就是觉得让你们远离教育 让你们远离公共的舆论 然后用各种方法来驳斥你们 让你们觉得你们是很落后的 这些方式 比如说他就提出了不同的方法 这个世界有各种说法 宗教都一样 宗教都不浅 都只是一部分的真理 然后或者说 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的 等等这些看法 但是你看到 卡勒姆是怎么回应呢 怎么回应这些问题呢 其实回应起来是其实慢点 我举一个例子 他说 你有人就用这个盲而摸象的这个 这个例子来说 就说没有人可以知道全部的真理 所以你看你摸到的是 你不过都是得到了局部的这个真理 但是用某人摸象的这种例子 其实当你举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已经站在你知道什么是大象 这样的一个判断者的位置上 你实际上你已经觉得 你可以知道全部的真理 你假设了有那个全部真理 而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 这是凯勒姆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我想也许对你会有帮助 那接下来 比如说有人说 这个你们 你们宗教徒呢 都是很 很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很傲慢的 说你们都是很傲慢的 你们 你们 但是实际上你看到 就是说 认为宗教徒都是很傲慢的 这种 这种看法 实际上是 是因为 你受到文化的影响 你以为说 怎样的一种表达 才是符合你的这种看法 当然这个 他在这种 这个里头 主要呢 是 针对西方人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待会儿 我还是希望能够花一点时间来 跟朋友们来交流 你们的 疑问会是什么 那 这个是 他在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说 他说 你也可以 现在的世界的主流的方法 就是说 将这个宗教完全的个人化 比如说 你不可以在这个公共议题的讨论当中来 用这种 用你的信仰来 来讲述 你开始讲信仰的时候 那我们就没法讨论公共问题 但是你 凯勒牧师就讲到说 你知道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你是用 你的一种世界观 你的一种假设 你用一种假设 然后你排斥了 其他人可以有跟你不一样的一种 世界观和假设 所以 这个是一种 你看似你在 反对歧视 但实际上你在制造一种歧视 也就是说 你看到 这些认为基督教是一种 好像先入为主的这个观点的人 其实 他自己也有 这种一种先入为主的 这个信念在支撑他 这里面 举了一个例子 可以 可以 可以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 他说 假设有两个人在辩论 那 A女士说 要拆除对穷人的 重重保护 因为适者生存 B女士 回应说 穷人也有过好日子的权利 因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人 A女士可能反驳说 今天有许多的生物 伦理学家都认为 所有人类的观念 是原为外加的 并没有基础的定义 然后 B女士可能会提出 实用主义的观念 说我们应该帮助穷人 因为这样会使社会更加美好 A女士也可能会提出 许多实用主义的回应 说那为什么不让一些穷人去死 这样会更加增加的效率呢 然后B女士可能会被激怒 可能火气很大的回答说 让穷人饿死是很不道德的 女士可能会反驳说 谁说让 谁说每个人能与道德 都的是一样的 然后 你想这个辩论之后 走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发现 其实走不下去 大家只能吵架 就结束了 那女士说 我不想活在你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当中 但是 你会看到 这两种人 他们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类似我们的信仰的一个 一个前提 一个前提性的观念 他坚信这个 比如说他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和尊贵的 他认为这个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是对的呢 其实 没什么道理 我就是相信这个 我们相信 每个人都是 平等和尊贵的 而且 不需要相信上帝 那就是他的前提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 你从这个前提 其实你是 推不出来你想要的节奏的 我如果继续的 问你 为什么每个人是平等和尊贵的 其实你会打不出来 因为你讲的这些理由 都可以有法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凯勒牧师在这里面 在里面对这个 这三种 就是世界上所主流的 这三种 限制宗教 这种三种方法 把它非法化 让它个人化 或者是去谴责它 这种三种方法来回应 你看到这三种方法 对基督教其实都是不效的 而基督教 凯勒牧师说 我是指健康而正统的基督教 拥有丰富的资源 可以使信徒为世界带来和平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相信所有人 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每个人都能够行出良善和智慧的事 同时我们又想 这是我们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同时我们又相信 所有的人 在亚当之后的所有的人 都是有罪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相信 人是可以 是上帝的形象 可以行出善 同时呢 我们又相信 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并不会认为说 好像基督徒本身就会 就会比其他不信的人 更好 我们就 我们不会认为说 我们会 一定会做得更好 不是的 其实一个人 不信基督教 他在这个工作 在他的道德 在他的能力 各方面都有可能 比我们基督徒做得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叫日常 叫好人 你照待人 上帝是把恩典给所有的人 这个普遍的恩典 给全世界所有的人 并不是单单的给基督徒 而有一种恩典 有一种恩典 就是那个使人可以来认识上帝 来真正知道他的救恩 从而得救的这个恩典 是单单给基督徒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就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 就是说 你当你要 你反对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唯一的真理的时候 其实你所根据的方法是什么 你根据的方法 其实你是有一套性命 你相信你所相信的那个真理 然后你就以为说世界上没有唯一的真理 这是这个在第一章里面 一个基本的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那我们看 接下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就是 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苦难的问题 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对这个问题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同感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所以 所以你就说 要么上帝是这个 不是良善的 不然的话他不会容忍苦难 要么上帝是没有能力的 他不是全能的 不然的话 这个他怎么 怎么会 怎么怎么会 还会解决不了这个苦难的问题呢 是吧 所以你们相信的这个 又良善 又全能的上帝 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很多人 在逻辑上 你看我的逻辑上已经证明了 他们觉得 我的逻辑上已经证明了 这个这样的一个上帝是不存在 但是你知道 你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你 这个在这个 这本书里面 第二章里面 凯勒牧师就有 解除了几个回应 第一个 在上帝那里 苦难可能是有原因的 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原因 中国人也常讲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也 必先 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恶其体肤 行福乱其所为 中国人也会有这种观念 是不是 那苦难的益处 这个是 是很多人可能 在我们在 这个事情当中是不知道的 你是历史的那一个 一个当事人 你并不知道 正在发生的苦难 有什么益处 当然由于我们 是活在时间的限制以内 时间当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 到现在我们也 找不出来解释 这个是 这是其中的一个 如果你从上帝 终观全局的角度来看 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苦难 都有 都有他们的 好的理由 而这是你不知道的 如果你 如果真有位上帝的话 那他那里是有的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 不是说我们基督徒 就知道上帝的 全部的旨意 我们也可能不知道 我们可能 也还是不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 这个回应 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 邪恶和苦难 可能是上帝存在的 这一点是 是特别值得 我们去了解的 就是 这个是 在路易斯 在他的这个 《樊普归根》 这本书里面提到 他说 路易斯当初 他也不相信上帝 他说 我拒绝相信上帝 存在的理由是 因为宇宙看起来 是非常惨妇 又不公平 但是我是从哪里 得到公平和不公平的 这样现在呢 当我宣称宇宙不公平的时候 我是用什么来跟 跟他相比的呢 当然我可以放弃 自己的公平 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 我拒绝相信上帝 存在的理由 也就瓦解了 因为我拒绝相信上帝 存在的理由 是根据世界 真的不公平 而不仅仅是因为 我个人的想法 没得到满 所以你看到 亲爱的朋友们 你会注意到 当我们 我们说这个世界 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世界 这个苦难是不应该存在的时候 我们觉得人类不应该受痛苦 不应该 不应该有 这个世界不应该有瘟疫 不应该有海啸 不应该有地震 不应该有这个 专制独裁 不应该有这样的 其实你已经 依据一个标准 在做判断 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 这个普兰丁格 他讲一句话 他说 你可以来思考 这样一段话 他说 如果上帝不存在 我们如果只是净化来的话 那么真的可能 会有令人恐怖的 邪恶这种事吗 那真的会有什么叫 邪恶这种事吗 但是我看不出来 这种可能性 唯有 当有理性的受造者 必须依照某种规范 而生活的时候 才有可能有所谓的 邪恶存在 你再想一下这个话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世界不会有任何 真正的道义存在 因此也不能说 有真正有可怕的 有真正和可怕的邪恶 所以 简而言之 悲剧苦难和不公寓 这些问题 是每个人要面对的 我们之所以会质疑 这些问题是因为 其实上帝已经在我们的良心当中 放下了一个 他的一个标准 他的一个律法的标准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对 什么说 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标准 但是我们用这个标准 来自于 这个世界不公平的时候 实际上 但是你又不承认 有上帝的存在 那之后你会发现 如果真的没有上帝存在 你所提的这些问题 都没有 没有着落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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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 第三个回应 我们再看第三个回应 就是 第三个回应是 是基督徒 特别应当明白的 关于苦难的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解释是 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这些人 在世界上经历的可怕的苦难 其实上帝 他自己在基督里面 经历的最深的苦难 而他经历这个苦难 本身是为了拯救人 所以基督的十字架 给活在这个世上的 各种苦难当中的我们 带来的最深的当中 我们知道说 因为有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受了苦难 而这个苦难 是我们人永远 无法承受的 那这种 而这个苦难却构成了 对我们的救赎 所以在这里上讲 就是我们看到 苦难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们 恰恰相反 从基督的十字架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他不爱我们 而是上帝如此的爱我们 他如此的关切我们的痛苦 和惨况 甚至愿意亲自为我们来承担 这是第三个回应 关于苦难问题的第三个回应 第四个回应 第四个回应就是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些苦难 其实是迫使我们 去寻找一个出路 而这个出路 这个出路唯有在基督教里面 才有 是什么呢 不是这些苦难没有 不是这些苦难消失 而是复活 而是将来的 基督再来的时候的 万物的更新 新天新地 是我们所有地球上 曾经存在过的人 都要复活 无论是信基督教的 还是不信基督教的 所有人都要复活 所有人都要复活 而复活之后 人们将会重新地 被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是信的 一种人是不信的 信的人要去新天新地 不信的人 永远地要去地狱 那个永远的结局 在那个永远的结局当中 那个复活所带来的 那个盼望 给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 将来在那一个 新天新地里头 永远不再有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 经历的这些苦难 无论是制度性的 社会性的 还是个人性的 家庭里面 我们每个人生老病死 这些每一天都要经历的 这些痛苦 所以这一个 路易斯有一句话 他这么讲 他说 他们说某些暂时的苦难 是任何将来属天的福乐 也无法弥补的 殊不知 当天国临到之时 将要逆转一切 甚至是痛苦 成为荣耀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 对于我们今天正在 正在受逼迫 正在受苦的一些基督徒来说 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正面的来看这个问题 我发现 其实苦难 在上帝那里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塑造我们 在今生的生命的作用 起到一个重要的 驱赶我们 离开一切 邪恶 离开我们自己的罪 离开这个社会普遍的罪 苦难驱赶我们 离开这一切 然后来归向上帝 苦难也使得我们 使得我们在今生所经历的 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义受苦 有的时候不是因为 不是为我们的罪受苦 而这些苦 将来会得到 千万倍的报偿 你在地上所 所以基督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你就更明白 苦难的价值 所以今天我甚至可以说 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 这个整个系统性的人民的 所经历的这些苦难 无论是瘟疫 无论是经济的下行 我想昨天是双十鱼 可能很多人所经历的 这个可能是最低迷的一个 一个双十鱼 你们就是说很直观的 可以看到这个经济的不景气 那实在我们 从房地产行业也好 从其他的这个各种 互联网行业也好 还是从一些传统行业也好 那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艰难 这种痛苦 那当然且不说 比这个痛苦更深的 这个制度性的根源 那我们今天我们 如果从积极的一种看 我们看到这些痛苦 恰恰会使人远离 我们从前那些虚妄的 那个虚假的盼望 我们曾经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说 这个社会就要好了 也许有些人以为说 当我们曾经信过很多虚假的 一些相信过很多虚假的盼望 以为说中国经济好了以后 就会有民主 那中国跟世界更深的接轨了以后 自由自然就会增长起来 那是中产阶级 只要有更多的中产阶级以后 那个自由和宪政的社会 就一定会到来 然后或者说 人们就一定会身负得更幸福 不是如此 当不是如此的时候 那有可能 有可能在这个苦难当中 当然我想我不要把话 说成那个样子 好像以为说 我真的明白上帝真的做什么 我有很多事情 我在诚实地说 其实我不明白 我并不明白 每一个人身上 所经历的那些具体的苦难 它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我只是在猜想 因为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许多的事情 确实如此 苦难有的时候 它不仅没有毁掉一些人 反而是使得人得到了 这个真正重生的机会 好 这是第二章 第二章 我后面可能要快一点分享 我想留多一点时间 跟大家来交流 所以后面这几章 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个 一到七章里面 回应的这几个问题 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下 所以我后面三章 我会想稍微转快一点 然后留一点时间 大家可以来提问 就来交流 第三章 讲到这个基督教事件 谨慎意义 这个题目 它的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会以为说 基督教是与自由相矛盾的 有人说说 如果基督徒 都是那样的 基督徒相信他们 有绝对的真理 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相信他 这个时候在为孩子 那 是这样吗 果真如此吗 我想 我们可以来 来思考这个问题 朋友们 我们看到 这章里面 从四个方面 其实要讲了四个概念 讲四个概念 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个 到底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 到底什么 什么是社群 第三个 什么是基督教 第四个 什么是自由 因为 因为有时候 对于很多人来说 如果你以为说 有一个 真理 有一个唯一的真理 他就会觉得 你这是 这是在限制我 你有唯一的真理 我就没有自由了 你有唯一的规范 标准 那我就不自由了 但是实际上 所有的自由 都是在一个 约束的条件下进行 如果没有约束 没有规矩 或者说 没有真理 就没有自由可以 就像路易斯说 他说 如果 如果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 就是一个 什么都看不到的世界 你如果要看透 所有的事 你等于什么都没看到 所以 这个切斯特顿 讲另外一句话 如果有一种思想 禁止其他的思想 制止其他的思想 而这种思想 就是唯一该被制止的思想 其实基督教 他后面讲到说 基督教不仅不限制思想 而基督教恰恰是 保存了 人类的真正的自由 那在里面讲到说 那么诸教为什么是排他的 是这个 我指的不是刚才 第一章里面讲的 而说你们基督教的 这个教会 看起来是一个 这种封闭的一个体系 那这个是反对自由的 但是你知道 这里面凯特牧师讲到说 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团体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 任何一个团体 它都是有自己的边界的 而基督教所使用的 这个边界 其实是不妨害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基于良心 基于你的信仰建立起来 基于你的韧性建立的边界 它不是通过一个 对人生的一个限制 所建立起来的一个边界 那么就是说 基督教本身 它在文化上的适应性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它是成就了 为自由提供了平台 而不是说消灭了自由 基督教进到所有的文化里面的时候 它并没有消灭那种文化 它没有消灭那种文化 基督教在非洲 并没有消灭非洲的文化 基督教在欧洲 没有消灭欧洲的文化 基督教在亚洲 在中国也没有消灭亚洲和中国的文化 你看到一个现象 圣经是被翻译成 世界上几乎现成的 主要被有许多人 比如说也许有 有十万人以上的 在使用的语言 基本上都有他们自己 语种的身材 而当这个圣经被翻译成 那个语种之后 它就进入到那个文化当中 就与当地的这种文化 就有一个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是消灭了那个文化 反而是为这个文化提供了一个 一个真正获得自由的一个舞台 一个平台 基督教的文化上不是僵硬的 基督教帮助非洲人成为更新的非洲人 而不是仿造的欧洲人 所以有些人有一些的误会 也以为说中国基督徒如果信了主之后 就变成了养鬼子了 就变成了外国人 我们都多一个基督徒 就少一个中国人 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因为我发现我们都在讲汉语 我们都使用汉语来思考来写作 但是我们是可以信基督教的 我们信的基督教是真实的 当我们和全世界其他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当中的基督徒来交流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 那个核心的内容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信仰却没有说 你必须丢掉你文化当中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你才能够信这 不是这样的 所以当然你知道在中国 一直有对基督教会的这种防范的理由 是因为他们当政者会以为说 基督教会跟西方 因为其实不是西方 因为现在全世界 为什么不说非洲呢 非洲的基督徒非常多 非洲的基督徒比例 其实比穆斯林的比例要高的 那整个人口比例上看的话 但是给人印象就说 基督教是从西方来的 如果基督徒信的 中国人信的基督教之后 可能就会跟西方人勾结 然后来对中国不利 甚至要颠覆中国的这个证据 其实这个是一个完全的误会 因为基督教来到中国 并不是要获得中国的权利 他是要得到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人信了主之后 还是中国人 这是他整个人的生命被更新 他不再是那个 你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所得到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权利或者是荣誉 作为他生命的价值 反而他是以这个 他所盼望的天国 作为他那个真正的追求 真正的盼望 所以这是这个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就是纳米基斯的 就是关于自由 自由的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很多人以为说 自由呢 就是想做什么 做什么 如果你说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那基督教跟你说的这种自由 可能是矛盾 确实 你要知道 你这种自由 这种自由 这种自由 几乎跟一切的人类的 这个宗教和道德 都是矛盾的 因为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根本就不是自由 这其实基本上就是犯罪 所以 曾经有人说这样一句话 他说 天堂是什么地方呢 天堂就是 就是 我们对上帝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就是上帝的旨意成就的地方 而地域 地域是什么地方 地域就是 上帝对你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 你的旨意成就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吧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个地方就是顶着 在这个第三章的 这个最后这一部分 关于这个爱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 写得非常精彩的 就是关于自由和爱的关系 这一部分 因为 看起来 爱的关系会限制 我们的这个选择自由 但是 我们在 就是爱的关系当中 我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 也才真正有活力 所以 凯勒牧师就讲到 讲到说 我们在爱中才能做自己 而健康的爱的关系 包含相互的 无私的服务 以及相互放弃之类 就是 爱是什么 爱是愿意为 爱的对象 放弃自己的权利 和放弃自己的自由 所以 在这一章里面 关于这个基督教与 自由的这个关系 这是第三章 在第四章呢 讲到这个 教会要为很多不公义 负责任 那这个 这个里面 我想 可能 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们的问题 不会太严重 我想 很多木道的朋友 也许 不会有太严重 我就把 凯勒牧师 这本书 他里面讲的 这个思路 跟大家简单来讲一下 你看 他讲了三个问题 他说 有人会觉得说 如果基督教是 第一个问题 如果基督教是真理 为什么许多非基督徒的生命 比基督徒更加良善 第二 如果基督教是真理 为什么许多年来 许多教会组织都支持战争 和不公义 还有暴力 第三个问题 虽然基督教的教导 有许多很好的内容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以这些 这一群沾沾自起 自己为义 危险的狂热分子 为我们 那我们 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非基督徒的生命 会比基督徒更加良善 这个刚才 其实我们已经 谈到这个问题 其实是的 基督徒都不过是 谋人的罪人而已 从普遍的意义上讲 基督徒并不是说 是比非基督徒 更加有恩赐 更加良善 也许 在很多时候 凯伦牧师在那里面 讲了一句话 他说 在通常情况下 那些生活比较艰难 品格比较低于标准的人 往往比较可能承认 他们需要上帝 并且归信 这一家 所以耶稣说 我来是招罪人 不是招义人 所以耶稣在 在他的那个时代 他是去寻找那些 社会的 这种边缘的 就长大麻疯的 然后妓女 税吏 这个人们看不起的人 而福音传到一个文化当中 最早真正去信福音的 被福音翻转的 其实也常常是这个社会的变人 在中国也是如此 福音 在最近这几十年 如果我们认为说 从70年代初到 2010年左右 大概有40年左右的时间 福音在中国有快速的传播 教会也快速的成长 但是你知道这个传播的起点 是在中国的农村 而不是在城市地区 而这个 这个 最一轮的这个 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 是以农村的农村地区那些 没有什么 没受过什么教育 没什么文化的 这些 也许今天你看起来 他们好多东西都不懂 是那样的一些人 他们首先被福音得着 然后他们进到各个地方 当然也是 也跟逼迫有关系 他们曾经总结说 起初我们在村里面信 然后逼迫来了 我们就被赶到镇上去了 在镇上然后被赶到县里面 县里面被赶到省城 这省城然后 然后进一步受逼迫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北京 然后福音就这样 就传遍了全中国 你看到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基督徒 所做的这种暴力 就是以宗教为名的这种干争 这种暴力 那首先我们的承认 其实确实 确实我们曾经有一些基督徒 有一些人 以上帝的名义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做了很多喜乐的事 甚至 甚至我们 我们会说像希特勒这样的人 他消灭犹太人的理由 甚至都是带着这个某一种宗教的狂热 他是因为 为什么欧洲 欧洲人那么 那么讨厌犹太人 2000年来都迫害他们呢 当然你说 你可以说是因为 犹太人这个 垄断了金融啊 什么时候 那是很现代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 早先的时候 就是犹太人没有任何地位的时候 为什么有被排挤 为什么有一种很深刻的这种 反犹太的这种思想呢 确实是从宗教来的 那确实很多人确实是因为 犹太教 或者犹太人早先是迫害基督教的 犹太人是和罗马人一起 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有很深刻的 这个宗教信仰的根源 那这个我们从今天平心而问 从这样的一种对犹太人的歧视 是不符合圣经的 是反福音的 是错误的 包括马丁路德 就是这个宗教改革之父 他晚年的时候 他也有一些这个反犹太人的一些言论 那些言论也是错误的 我们得说这是错误 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遮掩 好像我们基督徒从来没犯过错误一样 是我们确实是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也请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是不是说我们都不信上帝 以后我们就不会 不会有这种人人之间的这个彼此的迫害 这种暴力的呢 不会啊 你举中国的例子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狂热主义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到有些狂热主义的这个基督徒 他们这个专横傲慢 自以为义 不知己见 麻木不忍 尖算客户 那确实啊 确实我们也得承认 世界上确实有一些基督徒 那一旦信主以后啊 他就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道德优越感 觉得一看到这世上的人就觉得 反正你们都是要下地狱的 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都是有救的 你们都是可怜的 要下地狱的人 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就高人一等一样 或者是在各种的社会问题上 用一种宗教的黑话 别人也听不懂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然后这种就就就 只看到你们在不断地批判啊 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啊 这个同学年也不满意 多胎也不满意啊 然后这个各种反正各种道德败坏 你们都不满意 反正谁都你都看不上眼 所有的人你都不都不喜欢 我们我们确实有的时候 确实我们自己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们有时候承认这一点 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太基督教了 在某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太不用 太远离福音的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 因为我们大发热心和勇气 却没有真正狂热于谦卑敏乐 有爱同情宽恕和理解 就是这种像基督的品格 其实这个不是因为我们 好像做对了啊 就是基督徒做对了 然后所以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 像我们还不够不够被被这个福音所翻转 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 还有很多坚硬的很多反福音的东西 所以使得我们缺乏爱心 缺乏宽容 缺乏这种 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些那些罪不是罪 请注意 同情恋确实是罪 但是我们我们并不从 并不会因为同情恋 这种行为是罪 所以我们的同情恋者 就有一种另外的这种看法 觉得这些人好像 他们就比我们第一的 基督徒不会这么看 而恰恰是 在主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都是需要救恩的人 我们都是需要被救赎 好 这个是这个 这第二章 不是第四章 第四章这里面讲到的这个 第四章里面 也许可以举到另外一个例子 在后面讲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关于奴隶的这个例子 就讲到说你们基督徒曾经搞奴隶贸易 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搞奴隶贸易 是那些人曾经是 那些做奴隶贸易的人 也号称自己是基督徒 对吗 是的 但是你也注意到 就是说那真正在这个世界上 废除奴隶制度 废除奴隶贸易的人 也是基督徒 真正在各个地方 就是为人的尊严 为人的自由奋不顾身的去努力的去 而且又是用和平的方式 而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奋斗的 也只有基督徒 你看到也是基督徒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 关于非洲努力贸易的一点 一点简单的这个 这文章里面 本身这个书里面写的还是非常精彩 大家可以进一步去阅读 去看 刚才有一个朋友讲到说 是 有另外一本书叫 《地雄相爱汉沙河》 对吗 然后 由威博福斯和他的克郎彭林 就讲了这个英国的这个 废民的故事 还听电影叫《奇异恩典》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电影 和另外一本书 好 我再快速地看一下这个第五章 关于地狱的问题 关于地狱的问题 那这里面讲说 有人说那不可能有审判人的上帝存在 或者说审判人的上帝是不慈爱的 或者说 慈爱的上帝不会容许地狱残在 又或者说 我看 第四个 第四种 就是说 我只相信慈爱的上帝 等等 就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一章里面 凯勒默师的回应 是 我记得它是比较西方的 我想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如果你不信基督教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相信地狱存在 对吧 只不过你相信的那个地狱 可能是佛教化的 其实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 所相信的那个地狱 只是一个人死了以后 要去的一个可怕的地方 但是还没有把地狱的真正本质 讲出来 地狱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地狱的真正本质就是人 不想按照上帝的旨意 而且是良善的旨意生活 人想要按照自己的旨意 按照自己的心思来生活 那样的地方就是第一 所以此后受审判 要去的那个地方 那个只不过是 是你今生的生活的一个继续 或者说是一个加强版 加强版 就是按照我们本来的本相 我们本来的状况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人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 就去了地狱对吧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会按照自己的 旨意生活 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生活 我们自我中心的这样 这样活着 那么就自我中心这么活着 不就自然而然的去了地狱了吗 那上帝并没有让我们这么自然而然的去 那他就在我们当中 用恩典拯救了许多人 用恩典力翻转了许多人的生命 这是不可思议的 恩典是不可思议的 地狱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有什么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本来就 我们想要的就是地狱 在这个书的第五章当中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凯勒牧师讲了一点 他就说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好像地狱里面 有很多人会对上帝说 我错了 求你把我放出去吧 你可能搞错了 在地狱里面 人们非常习惯于他们 所在的那个地方 路易斯说地狱就是 歌颂人类自由的最伟大的纪念碑 地狱是人们自己选择的 在地狱当中的人 都是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择了要去地狱 他不会 他不会对上帝说 我不该待在这个地方 当然他会不会有痛苦呢 会有 但是今生难道我们没有痛苦吗 我们现在的这种自我的 按照我的心意来做选择 难道我们没有痛苦吗 我们已经受了这些痛苦 但是我们 我们有悔改吗 我们说好 我愿基督的恩典来 更新我 然后我不要再活在这种 自我中心当中 我愿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我们真的愿意回改 我发现 其实愿意回改的人还是少 路易斯写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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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书叫这个 梦幻八世 然后他写在说 有一车的乘客 从地狱来到天堂的边上 然后 他们在那里被要求 要脱下 禅了他们 是他们身陷地狱的罪恋 但是他们聚集了这个要求 他们聚集了这个要求 路易斯说这段话 他说 地狱开始一种发牢骚的心态 总是抱怨 总是责怪别人 那 今天可能在地上 这个 但这时你还能够跟它分开 甚至你自己也批评自己 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停止这样发牢骚 然而可能到了某一天 你就停不下来了 那个时候你不会再批评 你的这种发牢骚的习惯 甚至还可能会很享受它 那个发牢骚的心态 就会像机器一样 永远地运转下去 事实上不是上帝 把我们送到地狱里去 而是我们里面 有一样东西在不断地成长 最后长成了地狱 除非我们在 它还很小的时候 把它除掉 所以这个 这个王英国士曾经在一篇 政大当中讲到说 当你在抱怨的时候 当你在发牢骚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地狱的 这个蘑菇云就升起来一样 这是也是同样的一个比喻 对 好 所以地狱这张 我们就 就不多花时间了 然后第六章呢 就看到说 有很多人 以为说科学否定的基督教 那有很多人就认为说 神迹 这个 因为你们基督徒都相信神迹 神迹上写着很多的神迹 神迹是不可能的 然后科学就是 就是与这个 与你们所信的这个冲突的 就是我想 简单来说呢 当人们说科学与信仰冲突 其实 第一个呢 从历史上看 你会发现 不是这样子 就是 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 科学的起源 从哪里来 人们为什么可以研究科学呢 是因为 上帝已经在 把造这个世界 和维持这个世界的 这一个 所谓这个世界运转的 内在的一个规律 已经放在那里 已经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常数 各种各样的规律呢 是因为上帝使他如此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能够发现他呢 这是一个 就是最早 为什么是这些基督徒 文化当中的人 就是最有动力去研究 各种各样的领域里面的科学呢 是因为 他们有一种确定的信心 知道在这个 看起来非常 复杂的这个世界背后 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有 有章可循的 是 因为上帝 上帝是上帝造了这个世界 上帝维系这个世界的运转 所以人们相信这个 是这个信心推动他 去研究这个世界 从而 探索到各种各样的 这个 未知的 把未知的探明 让我们知道了 这是 这是从历史上看 你从 从逻辑上分析的话 那 科学是什么 科学只不过是 你假设 是吧 你假设一样 你有一个假设 有一个前提 然后你从这个前提出发 然后去得出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没有被推翻之 之前 然后这个结论就被认为是一个 科学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科学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发现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科学本来是不当更新的 那么你的前提到底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你 你把上帝 存在 和上帝 护理这个世界这个前提拿掉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你 你是在 有一个新的信仰 其实你是 你 你 你其实已经在 信一件事情 而这个信息 你以为说 这个不是信仰 所以 在这里面就是 这个 这个我们在后面 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来 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进化论这个问题 上次 物星传道 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专门分享这个题目 因为现在进化论的影响是比较大 有很多人确实会受这个影响 也觉得好像 圣经所写的 跟进化论所讲的这个世界的起源 这个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图景 这就觉得圣经完全不可信 但是 但是你 你当你相信进化论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 你以为你只好像相信 在相信一个事实一样 其实你不过是在相信一套假设体系 而这个假设体系它本身并不完整 进化论的 能够支撑进化论的这些 这些链条并不完整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在凯勒牧师的这本书里面 其实他也讲到说 基督徒 有一部分基督徒就是 是同意进化论 但是这个进化论也 并不与信仰冲突 这是 当然这是西方的 在我们比较保守的中国的基督徒来看的话 这一种相信进化论 然后又相信基督教的 这种做法是有点危险的 对我们自己来看 我们是有一些危险的 当然 凯勒牧师所举的一个例子里头 我们看到说 即便是在今天这个西方社会当中 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反对进化论 才能够相信几个点 并不是这样的 这里面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四种关系 还是你讲到说第一个彼此冲突 第二个相互对话 第三个协调整合彼此的各自主义 那有很多人是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 他们依然是可以 依然是可以 那凯勒牧师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呢 他是有一点相信说 他说他在这里面讲 他说他相信上帝是使用了某一种 这个天择的过程 不是自然选择 是一种这个 某一种这个进化的这个 就是一种 大概是有一种 叫被归纳的 叫神导进化论的 这种方法 凯勒牧师是有点相信这个的 就是但是他拒绝接受 进化论是一个总过程的理由 那我们呢 从我们的我们教会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接受神导进化论的 我们相信我们要比归纳牧师 在对圣经的相信上 要更加的保守一点 我们相信上帝造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圣经有好多地方 我们不能完全明白 但是就我们所能够知道的 一些地方是可以 是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 上帝说 这是六天创造世界 那这六天当然可以就是 就是六成24小时的这个 这个六天 而不必 所以把他解释成说 这一天就是一千年 这一天就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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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世纪 一个纪元 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必 不必 因为上帝当然有能力 当然有能力在一天之内 做成这些事情 这个 这个和科学 和科学之间也并不矛盾 好 我就简单就 就分享 那 然后第七章 关于圣经的课 真实性呢 那我们就 先停到这里吧 就是我想 圣经的真实性的这个问题 也许 并不是人家太多的人 会 会有这个问题 那圣经的 如果你们有的话 你们可以来再来提 好 我想我就不再继续讲 它去了 留一点时间 我们来一起来 有一些互动和讨论 好吗 好 我来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朋友 和 并子里提了什么问题 我也把大家的麦克风 可以打开 然后 你现在可以打开麦克风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来提 然后我们可以来有些交流 好 如果你现在 现在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 你打开麦克风来提 好吗 小伯 哎 早老 向你讨教一个事情 我时不时的会 想这个耶稣 是不是不存在 是不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 这个是不是就是需要这个 中国福音化 这才可以 极大的帮助我 这个树立耶稣 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谢谢 你不需要中国福音化 你只需要来听福音 然后自己 自己真正降服在福音之下 也可以 中国 你等到中国福音化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 其实你自己这样来面对 这个福音 你要知道说 那我们所相信的 就是说你 我看你经常来参加 我们周五的布道会 那我们所讲的圣经 我们所相信的 这一些 到底对于你来说 你的疑惑在什么地方 就是 或者说 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拦阻 你来认识 这一位爱你的主 这个是你自己需要来 然后去思考 来回应的 那你不需要等到 中国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 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 我先 先回应一下 其他的 病毒准备的问题 然后 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谢谢 大部分人在谈这个书的问题 这个书本身是诗篇好书 大家翻译的也不错 大家可以去买 这个 这两天可能 还有些比较好的折扣 你们可以 老师你好 可以问个问题吗 好 请说 就是 上帝他可以拣选一部分人 为什么上帝不拣选所有的人呢 上帝当然可以拣选所有的人 但是当时你说到拣选的时候 你想 你用这个词的时候 你已经 你已经在说 他会 既然是拣选 那就是 那就是拣选一部分 那他叫拣选 不然的话呢 那你也许问的是 问题是说 上帝为什么没有救所有的人 实在是说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救所有的人 为什么他没有救所有的人 一个呢 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简单的有点回应 就是说 我们知道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讲到说 确实上帝 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上帝要拣选谁 就拣选谁 这个 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 我们只顾过是被造的 我们在他面前 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是 确实是一个 很直接的理由 他就说 那我们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不是他 他为什么不救那些 他没有救的人 而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是他 他为什么要救 你要倒过来想 为什么他要救这些 他救了的人呢 这些人更好吗 这些人 更值得救吗 这些人有什么特质 然后你至于他们 需要被救吗 不是 所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会发现 当我们说 神爱世人的时候 确实这个爱是 是针对所有的人 比如说 圣经讲说 神愿人人都得救 不愿一人承诺 其实是 当上帝使用我们这些人 来传福音给 所有的人的时候 他是 福音临到你 就是希望你得救 并不是希望你灭亡 但是 那你为什么 你 你 你最后 你还是 你不信 然后 如果你不信 那为什么 那个 那些不信的人 为什么还是灭亡了呢 为什么 难道上帝没有能力 这个使他 就 就 就相信吗 这个 这个跟 起初的上帝造人的时候 我想他跟 跟我们有的时候会关心的一个问题相关 人的自由意志 有一点关系 就是上帝他并不是要我们都好像把人造的如花丝菜一样 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选择 就是上帝可不可以把人造的跟树一样 这个只要有阳光就活 然后不会有任何的意愿 然后这样子呢 或者说跟动物一样只是靠本能去生活 不需要有这个这种人的这种选择 人的这种 这种灵魂上的这种痛苦呢 这种纠结 这种挣扎呢 当然可以 但是上帝没有 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们 他把他的公义良善圣洁 这一切的性情都赐给我们 然后又给了我们可以 你可以说不爱他的 这个可能 这个不爱他的可能 才使得爱是有价值 你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凯勒牧师在这个书里面 举到一部电影 一部电影里面讲到说 有一些男人呢 他很希望自己的妻子顺服 然后呢 他们就给他们吃了一种药 吃了一种药之后 那么妻子果然就百分之百的听放 叫他做什么做什么 绝不反抗 绝不诡逆他的嫌法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不是爱啊 这是一种操控啊 上帝并不是要我操控我们 把我们变成这种 没有这个选择能力的 然后我们只会 上帝让我们说什么 我们就马上去做 然后我们没有任何争扎 因为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这种自己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想法的 不是的 上帝要我心甘情愿地爱他 这就是福音的奥秘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使用我们这些 这些就是完全无能的人去查福音 而不是让一些大能的天使 然后站在你面前 然后又一顿风又一顿火 然后你想想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 那么就天天在那里拜就好了 但上帝不是 上帝是他自己亲自来到世间成为 卑微的人 然后为我们死 担当我们的罪的方式来拯救我们 所以自己看到 第一就是这里面 就是你提这问题里面 有一部分是 我得说的是奥秘 就是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我就说不知道 就我们知道的是 他不是不爱我们 他是爱我们 他愿意我们得救 而且他实实在在地 也正是在 要让我们这些 有许多还不认识他的人 就是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他 所以人不能够说 好像因为上帝没有拣选我 上帝不爱我 上帝没有给我恩典 所以我不信 是 你不能说 因为实在是上帝 真的是 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听到福音 是不是说 那这样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教会 从来没听到福音的人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 他就很冤呢 也不是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这个第二章章里面讲 说即使不信的外邦人 即使不信的人 那上帝也在他的心里面 刻下了这个 一个道德律 就是在他心中 使他知道 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如果一个人 按照他心中的这样的一种 上帝所给他的这个 这个良心来生活的话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但是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 我们 我们人类的实践证明 其实我们都是 悖逆的 确实都是悖逆上帝 对 一切的这个受造之物 都写明上帝是明明可知的 也是明明可信 但是我们却不信 这是我们的问题 对 这不是 所以你这个问题 我确实 我总结最后一句话 你说 要倒过来问 不是说上帝为什么没有救那些人 而说上帝为什么救了我们这些人 你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说 上帝真的是出于一种白白的爱 他就是没什么理由 我们没有任何的好 没有任何的值得救的地方 他就是因为爱我们 而且这个爱不是不只是给我们的 他确实是给所有人的 但是你就是要选择地狱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偏要闯进去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是吧 你说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说 这就是 这就是对你的问题的一个回应 谢谢你 好 好 有一位朋友说 怎么样才算是被上帝拣选 读圣经吗 行天赋的话吗 祷告吗 怎么样算是被上帝拣选了 严格来说 这是一个奥秘 在你今生没有答案 如果你是以我们这个唯物主义的这种思维来看的话 你要拿到一个证据 拿到一个 拿到一个票 拿到一个证 拿到一个 拿到个什么东西 能够看得见的 额头上显出一个记号来 没有 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这样的记号 但是是不是说没有任何记号呢 有的 凡是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的人 都是被拣选 都是得救的 那也蛮简单的 就是说 所以凡是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 相信上帝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个恩典 你来信靠这个恩典的人 凡是来依靠这个恩典来生活的人 就是被拣选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断定别人如何 当然除非这个人已经 已经行为上显明 他是不信的 人不可能说一边我一边 一边信主 一边就是这个做许多败坏的事情 随便说谎 然后随意的骗人 然后做很多很多糟糕的事情 然后一点都不悔改 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如果有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没有信的 一定是没有被拣选的 那这个是可以确认的 但是有可能有的人被拣选的 他信的 但是他依然在挣扎当中 他依然行出来的 确实还不够好 甚至还不如不信的人 可能就是说从道德上 从行为上 这个人还真的不行 这个人有的时候还是会说谎 有的时候还会 但是他如果一个信的的人 他说谎 他就会受到 不是受到良心的谴责 而是受到圣民的责备 他就知道他犯罪了 他会要悔改 而他的悔改 不是说他悔改了 然后他做了某个事情 然后使得他就马上 也需要被原谅 不是的 是在他还没有悔改之前 这个那一个恩典 都已经给了他了 那他来依靠这个恩典 然后他就会竭力的 与他从前犯了这些罪来征战 他就会竭力的想要不再去犯那些罪 那这个挣扎 这个征战 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真实方式 每一个人都在 在不同的层面上 不同的意义上 在与自己的罪征战 所以决选不是说 一个人道德上完善了 而是说 一个人真正的信靠基督 悔改他自己的罪 与自己的罪征战 然后靠着基督的恩典 不断地得胜自己的罪 自从这些上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记号 当然主要是用来判断自己 不是用来判断别人的 好 谢谢 好的 好 我再接着再看 看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 如果丁子妹你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问的话 你可以直接提完好吗 张老好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觉得就是传福音的时候 比较困难 那个关键是 我们中国人把上帝 就理解为是 是这个外来的 其实是中国人 一直信老天 我感觉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中国人的 理解的那个老天 天 就是我们心里的上帝 但是我这个 我自己没有把握 所以我今天请教你 我觉得你 从传福音的角度讲 说你一般人 所讲的这个天 从这个地方切入进来讲 是好的 是一个好的角度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天 就是上帝 这个就有点问题 就有点问题 因为中国文化 和中国人说的那个天 和一个有位格的 真实的与人互动的 那个完全的 大能的 这个又是 慈悲的 怜悯的 上帝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人观念当中 那个天 它是一个趣味格化的 确实它是一个 是一种超然的一种力量 它确实是一种 是有点像我们 我们 就所相信的上帝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从文化的 比较的意义上讲的话 所有的不信上帝的 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当中 都有这个 起初 从始祖以来的 对上帝认识的 那个印象 就是 人们从这个普遍的启示 从上帝在人心当中 在历史 在自然当中 所做的这些事情 匆匆打雷 从这个下雨 从这个人心里面 这种 一种莫名其妙的 一种 一种寻找 一种超然感 这等等 这里面人都会找到线索 会知道 有一位上帝 应该是有一位上帝 才能 但是 但是这个 单单从普遍启示 想要清楚的 完整的认识上 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这个是 不仅是中国文化做不到 其他的任何一种文化 也做不到 所以这就是 如果没有传到的 是人是没办法听到 没有听到 就不可能信的 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讲说 我们 我们就是 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 传福音就说 所以你说 你从这个角度 切入进去是好的 但是你还是要 从圣经来告诉 圣经所启示的 那个上帝是什么 那一个 三而一 一而三的这位 这一位上帝 又是这一位 又是完全的公义 又是完全的慈爱 这一位上帝 这一位 透过耶稣基督来 完全启示他自己 这位上帝 你要把这个上帝 要清楚地讲给他 特别是要把 耶稣的 耶稣是谁 像我们前段时间 在探索基督教的 这一系列课程中 讲的说 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要把这一些 讲耶稣的位格 和他的工作 讲清楚 所以 这个是 我对你的一点回应 就是说 我想我们 如果你 你为了传福音的方便 把这个天 等同于上帝 会有一些的危险 会使得他可能 造成一些错误的理解 好吗 姊妹 就是 谢谢 谢谢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要说的 就是 你看中国的 在那个天堂嘛 天堂不是 它里边是没有 任何这个偶像啊 什么 只是摆着一个 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皇天上帝 那每次 就是皇帝 都会去做那个 那个祭天大典的时候 都是因为有一些 他要去忏悔的 其实是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是不是也是有这种 感觉这个 他要去跟上帝 跟老天 皇天上帝 那我们翻译这个上帝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 根据这个翻译过来的 就是跟这老百姓有点远 对 你说的对啊 这个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历史 圣经翻译的历史 这个问题 就说圣号翻译 就是我们用什么词来翻译 最早的时候你知道 就是那个翻译很困难 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所以最早的时候 你看在这个唐朝 或者是比唐更早一点的时候 或者在唐以后 许多年里面 这个翻译圣经 翻译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 好困难的 所以我今天举个例子 说跟唐朝的人 翻译耶稣 那种翻译 他用的移属 移动的移 老鼠的属 移属 哎呀 这个你说这个简直是 不知道 又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然后 那个 那翻译 那上帝怎么怎么翻译呢 就是 耶和华嘛 耶和华这是后来的 这个 这个 圣经里面这个词 但是 但是耶和华是那个 与人内约的那一位 那个上帝 就是圣经里面 讲上帝的时候 有不同的词 就是神 上帝这个词 那 那个词怎么翻译呢 后来 是 这个耶稣会的 这个 这个 宣教士 他们 决定采用这个 上帝的词 因为 他们对中国的简直 很熟悉 发现中国人以前 就用过这个词 然后指向一个 一个这个 超越的超然的一个 一个神 就是那个 当然我说一个神的意思 就是说 那个跟我们基督教 所信的这个上面 其实是 是有差别的 但是 所以你会 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的 一个事情是什么 基督教在中国文化里面 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真用了一些词 使得这个词 被专有化了 所以今天在我们 在谈到上帝 这个词的时候 中国人一般用 上帝这个词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 中国典籍意义上 中国的古典 诗经啊 什么左传啊 这个春秋啊 或者是更早的 这个先秦的经典 那个里面的这个 那个上帝 已经不是那个上帝了 我们今天讲上帝的时候 已经是基督教 就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 我们已经把这个词真用了 那还用了另外一个词 就是神 就是用了神这个词 就是确实你说这个是 就是但是神这个词呢 就还是不太成功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现在今天还讲到神的时候 不会想到这个 就是唯一的上帝 还是会觉得 有好多不幸的人 还是会觉得 这个是有很多神的 很多神啊 很多佛啊 很多这个什么什么 他会这个 所以神这个词呢 还不足以用来 专有化的来描述上帝 所以你讲的是对的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 确实是这么翻译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那个中国的典籍里面的 那个上帝 那个中国的天堂里面 所供奉的那个牌位 浩天上帝 就是圣经里面的上帝 不能这么说 就说这个呢 是有一个文化发生学的 这个一个过程 是我们是怎么把这个 上帝这个词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基督教的词汇 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你知道 此前是经过很多年 几百年的挣扎 最后终于找到这个词 来发现它 好的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的问题 然后我再看 对刚才那个朋友说 说我相信的就是被拣选了 是的 是的 你相信的 你真的信的 你就是被拣选了 对的 是这样 我想提个问题 请说 现在有这种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会像这种想的 就是上帝不是说 不要把财 要是把财宝 在天上 不要埋在土里 让虫子咬了 什么好像 离改了这个以后 就是人 不难去爱世界 要贫穷 就是不要去追求财富了 不要去追求富足 他认为追求富足是错误的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追求富足 到底错还是不错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 因为上帝爱我们 都希望我们过得好 我是像这种想法 你说得很好 这个上帝当然希望我们过得好 上帝并不是要我们的世界上 都苦兮兮的 都过得很惨 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想 上帝甚至叫所有的人 上帝是给所有的人 都给这些恩惠 叫日头照好人 照胆人 叫一个义人 一个不义的人 你看 所以不可能说 我们信了他之后 他还特别的把我们 这个让我们 就非要过得很惨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一件事 有的时候我们重视 这个世界上的财富 圣女 重视上帝他自己 就是我们有时候 追求上帝的赐福 他赐的那个福 过于追求上帝他自己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其实上帝会把这些好处 都给你 以前王用士讲到一个比喻 很好 你这个重视嫁妆 然后胜过重视那个新娘 所以你就已经 或者这个成语里面叫 买赌还猪 就是你把真正的东西 说掉了 那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上帝给我们的不是 不只是我们今世的平安 健康复族 不是 那甚至你会发现 今世的平安健康复族 有的时候会妨碍你 有的时候会妨碍你 在圣经里面 你很多次看到 确实你有这些东西 你过度地追求这些东西 会导致你 其实没有 就是甚至把这些东西当成偶像 就是你就没有动力去 真正来认识上面 所以那个少年官 那个财主 那个例子 里面并不说 所有的富人都不能 就是那句话的解释说 你看 富人能够 这个进天 进天国 这个比这个骆驼穿过 真的也还要难 这个意思并不说 所有富人都不能 这个都完蛋了 不是这个意思说 在今世有富足的人 在今世 其实不只是财产 道德也好 学问也好 你长得好看也好 你家庭幸福也好 你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但是这些好的东西 其实都是上帝给你的一点 一点点的今世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所享受的一点点东西而已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不要把它看得重于上帝他自己 那么如果你看错的话 你就会以为说 那上帝把这些东西 从你生命中拿走的时候 你就以为上帝不爱你 所以有些人怎么 原来身体很健康 然后生病了 那生病了 他就以为上帝不爱他 他在以前生活的很 都很平安很好 然后忽然他失业了 他失业了 他以为上帝不爱他 那不是 上帝爱你 远胜过你 远超过你的想象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能够在世界上追求 这个正常的 用正常的手段 用合法的手段 用合乎圣经的方式 来追求我们的健康和富责 不是 那基督徒是不是不应该锻炼身体呢 只要祷告就好了 不锻炼身体 那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不工作 然后在家里祷告就行了 不是这样的 基督徒应该努力地工作 好好的锻炼身体 好好的 这个普遍的理性 这个自然之光 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 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只是不要把这些人 看得比上你自己 更重要就好了 好吗 我就简单回应这么多 好吗 那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也觉得这个数理是我的事 应该是自动的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好 林一强长老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那个圣经上不是 主啊 我不是也为你一病赶鬼吗 就是上帝不是不认识他们 那么是他们也是信 但是他们信的 主还是没意思 到着瞎头去了 对 那你 你的看法呢 你说这些人是信的 还是没信的 他肯定是信嘛 要不他不信 他怎么说 我为你又一病又赶鬼 之后耶稣最后说 我不认识你 他们是 嗯 所以你 在这个问题里面 就看到说 什么是真正的信 什么是真正的信 对 记得有一次 在另外一个例子里面 这个 这些门徒 有70个门徒 被主打发出去 然后他们 有治病 又赶鬼 然后他们回来以后 就很高兴 很高兴 然后跟耶稣说 哎 连鬼都服了我们 然后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不要因为鬼 服了你们 而高兴 要因为你们的名字 记得天上高兴 那你 你能够 做一些事 能够 甚至能够讲道 能够 服侍人 能够奉献钱财 去帮助人 甚至你能 你甚至能够赶鬼 这个 这个都是主给你的 但是如果你 跟刚才那个问题 是类似的 如果你以为 这个 是很了不得的 然后 你甚至以为 在教会里面 做某个事情 比如说 如果一个 一个传道人 以为说自己 很了不得 你看我一讲道 这就 多少人就信了主了 然后这个很了不起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 那你就危险了 那你就正在 你所相信的 这个服侍的法面 因为 你不过是 圣经这么讲说 我们行完这一切 只好说 我们不过是 无用的器人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 若人看中 依然是这样 若人看中这些恩赐 看中这些事工 看中自己能够 做的一些事情 过于看中 主的恩典 以为自己可以 自我依赖 可以自己做一些事 以为这个是 是你的价值 那你就危险了 那主就 就说你这样 你这样的人 可能 可能 可能有些人 以为自己为主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最后 就是 这是非常 因为 因为 其实所有的人 即使被上帝 大大使用的人 他也只不过 是上帝的器女而已 他和 其他所有人一样 都完全是 依靠恩典的 他没有任何 可以自夸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很多人 说是信 甚至在做 这个 信徒做的事 甚至 比其他信徒 还做的好 所以 并不意味着 他真的 他真的 像他所说的那样 是信的 所以这就是 以前我们经常讲说 在世界上最危险的 那种职业是什么的 在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在中国 在中国 有人说 那是做官 做官很危险 因为做官的人 你看 经常这个 就被抓起来 坐牢了 贪污的机会太多了 那个 那个还只是 这是表面上的 在中国 比做官还要危险 就是做传道人 因为如果你在传福音 你自己却不信 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 你说你自己 并不是依靠这个恩典 你是依靠自己 那你就 那就多可怜的 是不是 所以 这就是 刚才你姊妹 你问的这个问题 确实有许多人 被主使用 但是他却自己是不信 谢谢 对我们也是个 是的 对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警戒 我们都要 每个人都要提 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对 谢谢 没有人 好 那 有一位 姊妹问 有一位 应该是听说姊妹问的 说传福音的时候 有人问 为什么其他宗教的神 就不是真神之一呢 必须是圣经启示的神 为什么不能 条条大路 通罗马呢 条条大路 通罗马 这个 首先是因为有罗马存在 是吧 你 你 你随便找一条路 这个 如果你 你 根本就不知道有罗马存在 你随便 找一条路走 你能走到哪里去呢 是不是 所以 你看到 这一个 其他宗教的神 为什么不是真神 当然你说之一 因为又没有之一 上帝 就是唯一的上帝 所以如果你想想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上帝不是唯一的 还有好多上帝 你想象一下 还有好多上帝 有一个管善的上帝 一个管恶的上帝 他们俩在那打架 然后你就 你会发现 最后 终极研制 中而研制 如果 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他就不是上帝 他就不是上帝 他就 他就不过是一个中间的存在 所以天使厉不厉害呢 天使很厉害 但是天使 他是上帝造的 那魔鬼厉不厉害呢 魔鬼也很厉害 魔鬼不过是堕落的天使 他不是有 可以跟上帝 看看能力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上帝 他不是的 他只不过是 上帝所造出来的 被你上帝堕落了 然后 一个受造的天使 曾经是天使 后来堕落成魔鬼 如此而已 所以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假神 其背后其实都是魔鬼 魔鬼 中国人也装神弄鬼 对不对 装神弄鬼 就是 其实 所有的假 假的这个 这个 这个信仰的背后 都是魔鬼在欺骗人 他告诉你说 这实际上 这个 有各种各样的上帝 以前 不信的中国人 这个在传统社会里面 农村 每一个村都有 好多个土地庙 然后 然后山有山神 河有河神 还有海神 然后 到处都是 到处 万天神佛 这是 哪个是真的 哪个都不是真的 在背后 你说 那他也很厉害 那土地庙 那个你不拜 或者 这个 没按时去拜 这个 他也好像 也不顺 魔鬼也有 魔鬼也有力量的 你 你去拜 当你去拜鬼的时候 魔鬼当然是有能力的 魔鬼不是 不是一种 这个想象出来的 而已啊 魔鬼是一种 属灵的存在 那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 这个 这个 魔鬼的 这个 这个各种的行动啊 今天 魔鬼的力量 不是被这个 完全都 这个 消灭了 魔鬼的力量 只是被限制了 所以我们还可以在全世界传福音 魔鬼的力量被捆绑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可以 可以放心大胆的 因为主耶稣说 天上帝 所有的全民都给他了 我们可以 可以到所有地方传福音 传福音可以 会有人信 在所有的地方都会 都会有上帝所拣选的人 福音就把他显出来 那是 但是魔鬼 依然是真正存在的 而且他 现在今天的存在方式 更加的隐秘的 他存在于 这个 这种传媒里面 存在于这个文化里面 存在于这种 制度性的 这个结构性的 这种制度里头 使用这些代理人 使用这些人的这种邪恶 人的这败坏 人的这种自私 然后 他的其中去操控 去 去摇动 去 这个 甚至在教会里面 如果也大大的 有作为 所以 所以我想 就是这个 最说远了 所以回来说 其实 如果 如果上帝不是 唯一的 他就不是上帝 所以 不存在 有好多个 上帝 然后都是真的 好吧 那简单 简单就回应到这里 好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 有问题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好吗 如果有的话 问最后一个问题 好吗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嗯 主耶稣啊 我愿意来 那是指向什么时候 哦 主耶稣啊 我愿意来 就是指向幕后 主要再来的时候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但是 但是 确实 我们离着主 再来的时候 禁了 我们 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圣徒 都离着主来的日子 禁了 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还活着 是不是 那 这个 我们今天 这个 正在历史的 这个河流当中 对 这个 走向基督的再来 那我们 如果我们 之后 一百年 这个基督还没有来 那个 那个时候的人 他就离着基督再来 就更近了 也许 也许 还有一千年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 这个 这个时间 没有人知道 但是 当起初说 主耶稣啊 我愿意来的时候 那是一种 是基督徒的 一个最深的盼望 最深的渴望 因为 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地上的一切的 这个 罪恶 一切的抵挡 主营的力量 都会 完全的失败 罪恶会 最终完全的 被终止 这一切的邪恶 就 再也没有 施展的 这个 这个空间了 那我们 与人 我们自己里头啊 曾经 活着的人 这个与罪的 征战也 不会再有了 那我们 就 那个时候 就复活了 复活 而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复活的时候 那你知道 启示录里 最后两章里 简单的力量 新天 新地 新耶路撒冷 那一个 不用日月光照 有神 自己 做这个 成的光 建了一个 那个 生命 河的水 从宝座流出来 那个生命树 那个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你可以 永永远远的 与神同在 再也没有 忧伤 痛苦 眼泪 那样的一个 新天新地的生活 那是我们最深的看法 因为 我们每个人 每个基督徒 活在世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灵里面 即使我们麻木的 即使我们 都觉得自己 很好的时候 其实圣灵都在我们里面 替我们叹息 我们真是苦 在地上 每一天 与罪征战的 这种生活 真的是 人常常受失败 常常落到罪的 这种 这种羞辱 践踏当中 有的时候 罪常常打败我们 然后还羞辱 是吧 主怜悯我们 祂必要再来 再来的时候 这一切就结束 所以这是 这是基督徒 最深的盼望 也是最强烈的 一个呼求 就是主耶稣 我愿祢来 愿主来 真正 祂来 祂来 来结束这一切 当然我们 带着这个盼望 因此我们有一个 也有个热切的 传福音的心 就是愿 基督再来之前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胞 我们中国 还有十几亿人 还不认识主 我们愿有更多的人 能够来认识祂 愿祂来帮助我们 好 谢谢姊妹 谢谢你的问题 我们 就到这里 谢谢张老的讲解 我也是 我也是 其实我也是 本来是 一直是这样相信的 也是这样盼望的 感谢 早一点来 爸爸的主 早一点来 是吧 也是 真的是 嗯 也是 我值得你念的 好像 但是我 今天礼拜五 昨天 昨天好像 昨天 昨天在网上 听到一个牧师讲 他说 这个是指向主活70年 我就很挣扎 我就很痛苦 我说 为什么是主活70年 把我的信仰都颠覆了 那对 那主活70年 那么那些事都指向主活70年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我们不是没关系 那么圣经那么多篇幅所讲的那些的末世的那些的表现 那些那些这样的白乱怎样怎样的 所谓的预言 他说都是指向70年 圣经怎么可能就是放那么多篇幅 只是讲主活70年呢 70年跟我们已经没关系了嘛 已经过去了 对吧 是 那启示录 所写成的日子 都不是主活70年了 主活70年的那个 那个启示录写成的日子已经 使徒亚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主活70年那个灾难已经发生了 这已经是 应该是 启示录应该可能是在 主后可能是 九十几年 九十年左右的时候写的 所以 这个肯定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那样的 就是来帮助我们 我们 我想历史历代的基督徒 就是 这个不是我们个人性的看法 历史的基督徒 我们大公教会 都会看到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这个是指向基督的灾难 就是指向幕后基督的灾难 就是了帮助我 好 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 好吗 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完的 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下一次 下周五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朋友 约定你们就可以拿到书了 我们就可以 更可以明白 我们在 在读过 我们下一周 下周五再见 好吗 再见